《尚几多年》 《圣经》 《尚几多年》 《尚几多年》 笑 功能解释 善思父母 这四个字 解释得太妙了 关键就叫善 什么才叫做善 这个善必须要给大学中荣要连起来 第一章就给各位说到了 一定要连起来看 否则的话这个善你就不懂 这个地方的善就是直于至善 怎样才能直于至善 一个是心 一个是书 心里面念念不忘父母 念念有父母 在父上呢 念念都要照顾得到 这样的成父父 故人有个比喻 你要是不知道啊 如何叫善说 你就想想那个父母 养你的时候那种心情是什么心 父母亲 灌注在小孩身上 那个小孩又不会讲话 又不懂事 稍微照顾不小心了 不是受冻了就是受冰了 这个时候 我们能以这个心去孝 孝四父母就直于至善 这是做人的根本 世尊 世尊在大吉经上告诉我 世间没有福 佛不住世的时候 现在佛不住世了 善死父母 即是四父 你能够孝养父母 你就是奉死了来 这话说的这么重啊 所以佛法 彻时彻宗 是孝道 是私道 这是中国古代 你看中国文化 跟印度 这个佛教文化结束 随如交融 没有发生冲突啊 道理在哪里呢 中国人讲孝道 讲私道 佛法也是孝道 也是私道 这一拍几后 没有冲突啊 我们要不孝顺父母 就是不敬佛了 我们要是无逆父母 那就是害佛啊 这个罪 诸位在这个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读过 舍我无逆 舍我无逆 到什么地方去报呢 无尽地狱 无逆罪里头 第一个就是杀父杀母啊 对父母不孝啊 学生都到大学了 拿到摄司 博士学位了 瞧不起父母 为什么呢 父母没念过书 轻视父母 认为自己知识学问呢 比他高的太多太多了 他学问是成就 学问是拿到了 他的行为是拔你不到 古堡 古堡在阿弥陀佛 在无间地狱 佛陀佛的教诲 十余四亲 今夜三福 第一句话 效仰父母 奉死自掌 佛教人 从这里开始 也是到这里圆满 千金万论 长节修行 到最后啊 就是这两章四亲圆满 圆满就成佛 你把孝亲尊死的道理 搞清楚 圆圆满满 落实在你生活当中 落实在你 除世待人之处 你就叫成佛 就世间孝而言 落实弟子规 就是所道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这些尽量 世间的小道 就出世间小道而已 佛的死 要更进一步 养父母之志 也就是说 父母历成垢 自导方尘旧 要帮助精神的父母 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脱离六道轮回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甚至要帮助 生生实实的父母 四长六道眷属 永离六道 往生进度 这才算是 建了为仁慈的 厨师大小 在佛文之中 即使是出家了 也不能置父母 于不顾 可是 校养的形式 与世间人不同 你能够认真羞耻 依照佛陀的教诲 去奉献 以此功德 回向给父母 父母能够得到 祝福的护念 善神的保佑 这是 尽效法 若是你修行又成就 这身身实实的父 都能得到 真实 永恒的利益 这是大小 因此 可思而论 佛法 彻时彻中 就是一个孝子 而已 说到旧今初 佛只是我们 虚恐伐解 一切众生 皆是我们的父母 皆是我们的老师 这个话 初学的人 很难体会 越深入 你就越发现 佛这两句话 有道理 到什么时候 你能够肯定接受呢 觉悟 大臣 原教初诸菩萨 接受 完全没有疑惑了 认真奉行